接下来我们继续看题目 这就是平常考试会考的类型 给一个电路 问你某一块的电压电流电阻 可能是单一的电阻或灯泡 也可能是电阻的串联或并联 然后就问你说这里的电压多少 电流多少 或者电阻多少 原则上就是用公式 所谓的R点I分之V 或欧姆定律V点IR 但是他可能该给的不给 V点IR 三个位置数知道两个球第三个 但他可能少给你一个 那你怎么找 回到之前教的并联跟串联公式 去找到我需要的电压电流电阻 这一题我会教两种解法 目的是要告诉你 第一解决的方法不止一种 有很多不通话直接解决 第二 让你了解这个思路 我怎么思考走下去的 来 3O5跟5O5并联 接在1.5伏特上 求每个电阻的电流 求电池的电流 就是所谓的总电流 还有并联的总电阻 如果我直接看 我有公式 并联总电阻我会求 所以并联就是导数相加的导数 所以我们就加起来 再翻过来 我们就知道总电阻是8分之15欧米 然后 我们晓得 他要我去算电池电的总电流 老师说算什么带什么 要算总电流就期待总电阻就期待总电压 屏幕上已经有总电压了 然后呢 我开始求出总电阻了 我就有办法求出总电流 所谓的R给I-1 或者是V给I-R 我们通常 你们都会写V给I-R 没有关系 本正对普通式而言 就没有什么差别 本正意思一样 带进去 电阻这么多 电压这么大 就求电流 就算出来是0.8安培 我就算出来总电流是0.8安培 然后 现在还有各电阻电流 各电阻电流 那我怎么求各电阻电流 那因为病人的时候电压一样 所以我就知道电压都是1.5伏特 5欧米的7.5伏特 3欧米也7.5伏特 所以我这个有了电压 那么我也有电阻5欧米跟3欧米 所以我就可以去做 那我可以用比的 因为电压一样的时候 我们的电流会跟电阻层反比 所以它的电阻是5比3 电流就是3比5 然后我们就可以比一比 然后刚才算出来总电流 就可以带进去 用比例就算出来 I3是0.5安培 I5是0.3安培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思路的解法 在这里我的这个电流并没有用所谓的公式 是用所谓的比例的想法算出来的 OK 好我就得到 这是做法1 那我还有做法2 好 做法2是刚刚跟他一样 我并联的时候 我并联的时候 我的电压一样 所以5欧姆是1.5伏特 3欧姆也是1.5伏特 那么根据 那我有我的电阻啊 那我也有电压啊 所以我就可以带进去 5欧姆电阻多少 电压多少 求出电流0.3安培 那3欧姆也一样 比照办理 我就求出0.5安培 这就是我用带公式去算出来的 两个的电流 然后 我就可以知道总电流了 因为 病人的时候 总电流是分流的核 于是 我就把两个加起来 我就知道总电流是0.8安培 那我就 先求出了 各电阻电流 然后又求出了总电流 电池电流 然后呢 我要求出我的电阻 那我们用 求总电阻就可以用总电压 就可以用总电流去求所谓的总电阻 总电流刚求出来了 总压告诉我的1.5伏特 所以我就带进去 我得到的就是8分之15欧姆 我得到的答案 OK 就是我的另外一个结码 答案一样做出来 那么 我们要跟高哥告诉你的时候 我当初 第一次在算总电阻的时候 我是利用并联公式算出来的 这是我的结码1 我在结码2的时候 是用所谓的 总电压 总电流 总电阻去求出来的 去求出我的 总电阻的 好 然后 在我的结码1 我算的是 总电流的时候 我是用所谓的 我是用所谓的 总电流 总电阻去求 所谓的总电流 好 用所谓的电压电流 电阻的关系求的 而我的结码2 是利用并联跟串联公式找到的 我的 并联的时候 总电流是分六的核 算出来的 那我在结码1 我去算每个电阻电流的时候 我是用比例的 我没有带公式 我是用比例的方法算出来的 数学好的人 就会比一比的答案就出来了 可是我在结码2的时候 我就带电压电流电阻的关系求出来的 我在结码2的时候 我是带电压电流电阻的关系求出来的 我跟你说过了 我讲两个结码 是要告诉你 解题的方法不止一种 是要告诉你 你的思考路线什么回事 你顺着你的思考路线想下去 你就可以解决掉了 就解决掉了 两个方法可以互通 这个这里做的是用解法1做 等一下用解法2做 也都可以 重点是你要了解 了解 第一 我们原则上是利用V点IR R点I分之力去解题 但是我也经常会用到过去所学的并连跟串联的公式 电流怎么样 电压怎么样 然后把它搬过来用 就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答案 就是我们跟各位讲解的第八题的弊题 可以吗 可以 不得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